最後我們這裡要上的是台灣的地質構造與地形 台灣的地形不重要,因為課本沒有內容 課本就告訴你台灣有台地,台灣有本地,台灣有覆覆就沒有了 你不如回去看地理課本,地理課本講他比較多一點 地理會了,地理就會了 所以對地區而言,台灣地形不重要 但是我會多講一點,我會多上一點 OK? 重點是前面台灣地質構造 台灣地質構造 台灣呢,是兩個人撞出來的 一個叫做菲律賓海板塊,一個叫做歐壓板塊 然後呢,撞弄這種狀況,撕裂不久 五六百萬年前,擠壓,撞擊,然後抬身 形成像台灣島,像這樣 這邊,我們的菲律賓海板塊 大約朝所謂的左上方 所謂的西北方,這樣擠過來 然後呢,這樣擠,擠,擠,擠 然後就擠壓,隆起,抬身 變成所謂的台灣島 變成所謂的台灣島 就是台灣島的基本的形成,過程是這個樣子 OK? 好 然後你現在看到的都這張圖 傳說是一個美國人畫的 你只有他畫過,可能沒畫過 就是 就是 菲律賓海板塊 跟外環塊 擠壓,隆起,直接在台灣島 來 這張圖上面 有個地方 畫的 跟我教你的 不一樣 請你上來 用你的 奶油桂花手 指給我看 哪裡 畫的 跟我教你的 不一樣 這張圖上面 有個地方 畫的跟我教你的不一樣 請問你哪裡 畫的跟我教你的不一樣 請你上來指給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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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跟我教你的不太一樣 指示號 指示號 畫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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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我太清楚就好了 欸 先開開而已 沒關係 那我們 你手指給我看 你手指給... 你手指給我看 你上來 指給我看 指給我看 指示號上來 用手指給我看 用你的奶油桂花手指給我看 哪裡畫的跟我教你的不一樣 你隔空紙 為什麼在指啊你 哪裡 為什麼不一樣 不知道 有紙那邊 不知道為什麼不一樣 你可以指這個2011 這裡跟我教你的不一樣 這裡誰以默 歐陽板塊以默 我教你誰以默 海洋板塊以默 海洋板塊以默 現在科學家的解釋是 這以前前面有個南海的古板塊 撞下去 南海板塊下去了 已經完全以默下去了 拖著後面的板塊一起把它拉下來 所以呢 就有這張圖 這張圖呢 浪黃酸師考過 左邊就是告訴你 板塊擠壓 琉丘海 跟哇 沖沖海潮 這邊這張圖 這個尖尖這個符號 浪黃酸師考過 他寫了一個 帝科專有名詞的寫法 你就不用管他 這代表吐的方向 這代表 吐過來 從左邊以默到右邊下面去 所以你就看到你 請問你 這邊到底誰以默啊 歐亞板塊 以默 聽懂嗎 所以呢 考試的時候 如果呼嚨的講 問你說台灣在歐亞板塊 跟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 問你誰以默 你就我講說誰以默 菲律賓海板塊以默 就這裡 可是如果有特別標出來 我問你說這裡誰以默 那誰以默 歐亞板塊以默 聽懂嗎 如果有特別標出來 特別問你說 我在問哪裡 你就要看講清楚 實際上就只有 東北島這邊是 菲律賓海板塊 以默 其他的你看到 像整個中央災害這一代 都是誰以默 這都是歐亞板塊 以默 聽懂嗎 OK 所以 台灣島就是歐亞板塊 跟菲律賓海板塊 聚合形成的 然後呢 所以 歐亞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 相距聚合 交界代在哪裡 在 花東縱谷 花東縱谷 考試考過 考試考過 考過考試考過 什麼呢 考試考過 畫一張圖 畫一張圖 請問你 或者畫這張圖也可以 這張圖 請問你 什麼地方 好 別問這裡 這裡 這裡是什麼板塊 菲律賓海板塊 好 好 花東縱谷的東邊 是 菲律賓海板塊 花東縱谷的西邊 是歐亞板塊 就這個圖 就這個圖 OK 所以 重點 台灣 這個業 通通都是重點 一 台灣會在板塊交界代 什麼樣的性質板塊交界 聚合系板塊交界 問 誰跟誰聚合 歐亞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聚合 在哪裡 是他的交界代 花東縱谷 花東縱谷 OK 所以 站在花東縱谷面對北方 右手東 是菲律賓海板塊 左手西 是 歐亞板塊 台灣會在上面 OK嗎 這就是 台灣島的交板塊這些情形 這一頁的內容全部都要記好 然後考試問你說 誰在誰上面 誰在什麼板塊上面 藍與綠島 是在菲律賓海板塊上 澎湖群島是在歐亞板塊上面 OK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